南加州的房屋租任市場出現了一種新的收費模式 令租金變得更昂貴 越來越多的房東和管理者 開始向租戶收取額外的費用 這些費用可能每行只有5元或者10元 但是覆蓋了以前免費提供的一系列服務 包括垃圾處理、駭蟲防治、郵件服務 和日常維修請求 一些房東收取入住和搬出的費用 甚至收取管理費 例如在房王城郊區 很多房東要求租戶在門口對放垃圾 然後每個月收取30元的垃圾處理費 房東們為了彌補疫情期間的損失 自2021年初到2022年夏季 普遍將租金上調了25% 對於很多租戶來說 租金本來就高昂 新增的額外費用無疑是雪上加霜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